来这个价格如果放到2020年还有10年 我觉得大家不必过于忧虑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现在的政策 已经关注到这一点 那么不断地扩大保障房的供应 同时也照顾到夹心层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政策 所以我觉得这个房价 和你的收入之间的关系 一定会比过去更加合理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不用太忧虑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从人口结构来换 因为我们现在上面 父母都有两套房对吧 如果你结婚了 丈母娘一套 自己父母一套 再过10年20年 这些前辈往生以后 房子就多出来了 所以有的90后就专门就说 我们不用操心的事 为什么将来房子多了 卖一套 租一套 住一套 还有富裕 因为人口是到金字塔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了 实际上越往后 这件事情呢 不会像今天压力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呢 大家放宽心 努力工作 然后呢 根据你的收入 来决定你线下是租是买 不要去做太勉强的事 千万不要根据过去十年 已经过来的这样一种情况 去判断未来 你比如说你都更年轻了 你老坏下 青春期的时候 我一天涨一厘米 今天我怎么缩了 是不是我还得努力去扛了一百斤的担子 你这个年龄断不同 生活都过去了 所以要考虑未来的事 我们今天从2010年再到2010年 实际上不再会重复以前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呢 不一定心情要这么紧张 来思考这个事情